这篇论文的那个研究主要是讲述不同品种的红梨 透过不同的萃取方式去萃取出它里面的淀粉 然后再透过物理化学性质去检测它 里面的物理化学性质的特性 然后也应用在更多不同的一些食品领域方面 淀粉的部分目前研究比较少 然后像不同的萃取方式的话呢 它的特性也不一样 可以应用在不同的食品方面 我们这个研究主要是来测定台湾梨它的一个淀粉的特性 那台湾梨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特有的一个作物 那也是常见在一些原住民部落里面会种植的一些植物 那也可以增加一些原住民它的一个收益来源 所以它也是一个台湾本土性植物的一个代表 那它也可以当做一些例如小米亮酒的一个附加的原料 或是甚至直接食用拌在白米里面或小米里面及增煮食用 所以它算是台湾常见到一个食物的原料之一 那在近期啊因为可能是因为健康的诉求 所以很多像饼干面条或是甚至一些所谓的古物制品里面 都会添加红梨上市 那在超市里面可以坑得到许多红梨的制品 例如红梨饼干红梨苏打甚至所谓的红梨面包 但是在红梨录这些古物制品里面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特性需要被了解的 就是它的一个淀粉的特性 那在我们城市里面有研究 红梨的淀粉占整个红梨的纸质的含量 大概约占40%到50% 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拿这个红梨来做加工制品 它会深深的影响到红梨在做这个加工制品的一个特性 的隔梨 的隔梨